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Hey5,晨早新聞報傳 天氣如何呢? 來到11月25日,星期四 天氣相當乾燥,紅色火災警告繼續生效 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 最高氣溫約23度,最低氣溫18度 最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 今個星期餘下的時間 和下星期初都是天氣乾燥 朝早新界依然清涼 週末期間風勢會較大 OK,剛才說到火災警告生效 在葵涌石離村單位起火 有一位老翁昏迷送院搶救 街坊拿了愛貓逃生 真可憐 在今早,剛才7.8個字,警方接報到場 葵涌石離村石秀樓一個高層單位發生火警 冒出大量濃煙 消防員到場將火救息 人員在單位發現一名老翁昏迷 事件中疏散了大概50人到安全的地方 石秀樓17樓住戶陳生表示 當時對面單位發生火警和濃煙 整條走廊都黑漆漆 立即關門和報警求助 消防員接報到場 向起火單位發生火警戒帶著愛貓 貓叫貓叫貓 立即逃生 有街坊拍門通知其他人一起走 這件事很嚴重 這件事很即時 今天很多新聞都很勁抽 大家就知道 又有強敏大兔婆 又有年輕人開車 你看封面都知道精彩 對不對 相當精彩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新聞請給我like 先講講其他事給大家聽聽 今宗有的士硬撼重型車尾 的士車頭變形 司機一度被困 這件事堆入兩吋就死了 整個車尾鏟撞過去 昨晚11點 在金鐘中環方向 海庫中心對開萬線 突然有一架運營圖的重型車尾 有的士司機 幸好當時是清醒的 但就是找回車禍的原因 我想他猜不到長度掛 或者看不到掛 黃黃燈的 車尾又黃色 我想真的不夠 可能要更嚴重 這些 如果不然經常被交通意外 房了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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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東區走廊 東廊橋底 探街友 就失足墮海 醉翁自行 游上去 想要探望那些老叔的朋友 60歲 剛才凌晨2點 怎料自己滑腳 喝醉酒 掉下去 幸好沒事 有救護員 拿保溫煎包著他 怕他失溫 幸好沒事 收莫平安秀道 私家車租截查 司機涉床毒被捕 剛才凌晨5點03分 有個黑色私家車 警方截查他 找到可卡因的毒品 司機涉嫌藏毒被捕 警員證調查事件 先講講針 有個74歲的阿伯 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 累計有48人 打完針後 兩個禮拜內離世 政府是去到21日 今天是25日 前幾天前過去一個星期 錄得一宗 涉及離世前兩個禮拜內 接種疫苗死亡個案 涉及一名74歲的男子 沒有證據顯示是由疫苗引起的 全部都沒有證據 至今涉及離世前兩個禮拜內 48宗 沒有死亡個案證實與疫苗有關聯 共接獲42宗 是針後異常報告 至今累計6391宗 佔疫苗接種量的0.07% 和大家報告 既然不關事 但新聞也有報告 也要和大家說一聲 得個G字 另外 狗說 敬蕭考場兩個負責人 是無牌經營食肆 兩位被告都未上庭 法官發出拘捕令 要捉人 兩名被告 一個叫王之崇 54歲 另一個 為什麼沒有名字 英文名字 一個叫Michael Anthony 56歲 但是兩個都不見了 沒有上庭 去了哪裡 就不清楚了 好 新聞多到不得了 而且極度奇怪 有小朋友 坐大人大腿開車 因為看到軚盤是他開的 網民說有沒有搞錯 你覺得這位家長很幼稚嗎 小朋友大概5至6歲左右 網上瘋傳一段影片 成人被小朋友坐大腿 而開車的片段 發生在24日傍晚6時拍攝 片中一架黑色豐田試駕車 在荃灣縱安街行駛 期間 斯家車停下 被發現 有一個小朋友坐在男司機的大腿上 片中所見小童一度雙手握著軚盤 疑似有動作嘗試扭軚 學習駕駛 男司機等候期間雙手垂底休息 而司機位在旁的女乘客沒有阻止 兩個人把小朋友放在軚盤上 其後私家車開走 男司機先駕駛在軚盤上 片段中放在網上熱意 可以讓兒子坐在老爸的大腿上開車嗎 以為很過癮嗎 還說兒子 這些都以前試過 都不吸取教訓 簡直是幼稚的行為 其實會有一定的意外 那小朋友以為坐在大腿上 可以碰軚盤 車在移動時 他扭軚盤 你怎樣呢 是不是on kill呢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42條 駕駛時沒有這個執照 任何人不得容授 或允許沒有持牌有關車輛所屬 總類的駕駛執照人士去駕駛 為者如第一次定罪 罰款五千和監禁三年 2011年8月 有一對夫妻在長沙環海麗村 被覺得半歲的小朋友 坐大腿開大膽車兩分鐘半歲 還要瘋 坐在後座的媽媽 拍片放上youtube 二人承認貪玩 以為給嬰兒一個快樂的童年回憶 最終被判160小時 服務令和停牌半年 千萬不要以身事發 另外要說一說 就是好人好事 有個婆婆橫過林錦公路回旋處 險象橫生 差點撞到婆婆熱心司機 下去扶他 在大埔林錦公路 昨天因為有很多車 但婆婆開著雨傘 當拐掌慢慢走回旋處 有一個私家車的司機 看到這麼恐怖 就下車 就扶婆婆過馬路 大家都讚他見而勇為 但真的很多婆婆 是很危險的 真的 沒有路都走那種 沒有路照走 沒有路照過馬路 對 不怕的 他們真的 婆婆什麼未見過 這樣就太多了 這些事件 有司機做好人好事 好了 講一下厲害的東西給大家聽聽 防醉科 高級督察 尖沙咀強吻大肚婆 大肚女店員 涉非禮被捕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一名高級督察 大醉喝醉了酒 在尖沙咀一間玩具店 期間被指在店內非禮一名大肚女店員 店方報警求助 警方調查後 將涉嫌非禮的男督察拘捕 停職 正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由由尖警區重案組跟進 消息稱 被捕男子33歲姓你 就是防止罪案科高級督察 她老婆也是警察 兩個人有一對子女 事發在昨晚深夜 事發即是23日 這個新聞是昨晚的 23日深夜 這個督察 喝酒後醉紛紛 去到美麗華商場一間玩具店 據悉 這個督察曾經多次在這個地方買玩具給小朋友 亦和店員很熟悉 那晚她走這個玩具店時 店鋪差不多打仰山門 但店員看到她是熟客 看到你喝酒 醉醉地 就讓你在員工休息室休息 即是認識她 否則也不會放在員工休息室 期間她在休息室強敏 一個懷孕三個月的31歲女店員 亦摸她的胸部 女店員不甘受辱大叫不好 亦一度叫對方冷靜點 隨後通知她老公 她老公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以非禮 將姓李督察拘捕 帶回警署 警方表示 在23日11點晚上 在彌敦道一間商場發生非禮案 這位33歲男子 是休班警員 現已被停職 現證被扣留調查 警方強調 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 警隊絕不容忍及姑息 並必嚴懲處理 哎呀 真是 喝醉酒 也不是這樣 酒後也三分時間 其實有誰沒喝過醉酒 喝得走的人 對吧 但也不是每個人會做這些事 阿Sir做甚麼事 很難說 說一些嫌濕的事 再說一件事 之前的教師和女生的性交 事主稱每次被被告交歡後都覺得痛 因為女生15歲以為是正常 這件事就是英文老師 叫15歲女兒去家看Netflix 五度發生性行為 她說沒有因為性交 辯方指示主和被告從未發生性行為 那女生又沒有因為性交 覺得不惜 所以才願意讓她繼續在被告家中 但是那女生就說自己和她搞完之後 每次都痛 以為這樣是正常 但是她說被告見面的時候感到快樂 以為我們是情侶 誰知道呢 因為後面發現她 根本有很多女學生 這些不正常的關係 所以才會爆她大件事 這件事都頗多汁 可以上網看看新聞內文 另外 就要說一下這個送貨智警校 在IG發表言論 要你們全部拔不了業 這個跟車工人判囚7個月零15日 跟車工人送施華力搶 去警察學校的時候 鋪了一些說 要你們全部拔不了業 害怕她在IG被發現 有些同學根本都是學警警察 怕有人下毒 所以將她報警 早前經過審訊之後 裁定刑事恐嚇罪名成立 昨天在東區法院判刑 劉奇雲 裁判官指被告威脅 是上載受訓的學警 日後 因為這些人要保護市民的重任 法庭要有責任保護他們 雖然被告和家人個人資料 知道這件事在網上被公開 被人起底 長時間受到滋擾 但法官認為犯案者是你猜到的 所以不會減刑 故念初犯 所以判七個月審日 辯方期後申請保釋 等候上訴被拒絕 被告21歲 近紅橋私家車自炒 司機被困一度暈 剛才7時半 新聞真的很新 白色私家車撞在椅子上 暈了一度暈 由消防員救出回復神志 警方正調查意外 受交通意外影響 屯門公路 九龍方向近屯門香公所會 部分行車線一度封閉 現在就解封 剛才塞車就是這樣 還有 再現獄片信 那麼恐怖 長沙環派遞局檢查郵件 揭記中有獄片 警方列作刑事恐嚇 昨天下午4時 找到獄片信 寄到西九龍裁判法院 荔枝郭青山道688號 家明工廠大廈地下長沙環派遞局檢查郵件 發現有獄片 證實沒有危險性 但列作刑事恐嚇 寄騙獄過去做甚麼 他說有獄片的膠袋 沒有字的 純粹恐嚇法官 另外之前也收過一些可疑信件 裡面有一茶匙啡色肉粉 都是恐嚇的事件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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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搞這些事件 另外 法官連環收到恐嚇信 司法機構說 加強法院大樓保安 包括派檢前 先要檢視 是的 如果目標是某些人物 但他們可以在那地方才會否會 и會保證 向他們拆 lying 我想這些都沒太多私人信 就送回家 所以應該會加強檢測 好,再說,錫尼村一個差幾歲的阿伯,嫌鄰居的門簾不美觀,點火就燒了他 被捕,這些事曾經發生在我身上,不過沒玩到玩火那麼嚴重 好,葵聰錫尼村發生縱火案,昨天下午12時,錫尼樓一個22歲姓李的住戶報警,說鄰居燒了他的門簾 說在門外點燒了他,警員到場發現真的有半米成半米被燒過的痕跡 經過調查後,懷疑因為有人不喜歡鄰居的門簾而犯案 最後縱火的74歲姓韓的男鄰居被捕,事件沒有人受傷,無需疏散 怎樣發生在我身上呢,家欣我都會玩風水東西,小時候我放了兩隻帳在門口 可能對面的鄰居懷疑,我吸了他的風水,房子就好,他們就不好,其實就沒有關係 他本身的房子就不好,他搬來之前已經是經常家屬屋閉,吵架,打架,然後搬來一群人 然後我有這兩塊風水物,然後他就放了一雙獅子 之後還不夠,還要放了一個很大張獅子的門簾 最後我怎樣處理呢?我當然不會燒它,然後就放了兩塊牛肉乾在鐵閘後面 就敷營鶴像收了兩隻獅子,收了他的獅子 那他全屋的風水物,我就據為己用,不要鬥風水,我不會認識 但很愚蠢,像是不會什麼的,其實本身他的屋風水都不一般 大家看那隻槍,那個外圍環境都不同 怎可以覺得是我拿了那些東西,對不對? 很有趣,所以有時候的鄰居 另外,順天村欠債的男人喝漂白水沉死 家人發現救回他的命 昨天下午3時,一個55歲姓蔡的男子 在收茂坪順天村單位裡喝漂白水企圖自殺 家人發現很害怕,報警這麼恐怖 發現事主昏迷暈了,送到聯合醫院救治便去洗衛 幸好事主搶救後回復清醒 在現場檢獲遺書 相信因為欠了問題便企圖輕生 好恐怖 漂白水這麼臭的味道,真的都能放進口 另外,有些新聞是有點癲癲的 這件事也是 准薪糧出門,預警截查 拿到屁人 法官相信他有精神狀態的影響 當然誤到警員最聰明 我這樣 正準備結婚的女文員出門,遇到休班警截查 反應激烈,踢警察和戒刀 又虛報地址,從而襲警等三罪 昨天在西九龍法院裁決 裁決 裁判官叫吳麗文 幸好遇到女法官 指他曾經受過家暴,導致創傷後遺症 女被告,有機會因其病情受截查刺激 而變成驚弓資料 他拿出戒刀保護自己 所以說 根據他在家裡的地方不遠被截查 不可能不清楚他的地址 認為他真的虛報這個地址 裁定他誤導警務人員 女被告求情說 當日本身準備結婚 因為事件被捕令錯過吉時 婚宴都要延期 法官押後到12月14日判刑 以後期社會服務令和背景報告 他31歲 被控襲警 管有攻擊性武器等 就好像只有一個罪名是成鴨 其實法官也算是這樣的 他又看你小時候曾經經歷過家暴 有創傷後遺症 竟然口供多處不一致 最後曾經大叫和致電尾 吩咐求救 看看到時會怎樣判 月中 另外說口還未完 昨天才提人 這陣子吃生蠔要小心 官堂 駱駝七大廈 肥蠔 英文叫肥蠔 而爆食物中毒 五人吃了生蠔後肚痛 唉 昨天才說完澳洲那些 毒 現在又有人立即吃了蠔後中毒 五人在觀堂一間食市晚餐 和外賣食物 哇 很多外賣 進食後出現腹痛發燒 吐心 吐吐病症 其中兩人求醫 無需入院 全部情況穩定 在略五人 曾分別進食七至九隻蠔 手中個案 涉三名女子年齡 27至28歲 十天前 外賣生蠔已經中了一招 半個小時 外賣半個小時就馬上吃 都有這些剛才所說的問題 另外 年齡35至36歲 月中同一間食物 都是吃了九隻生蠔 都有這些問題 那些生蠔真是 那麼多這些問題 另外 講講講強制檢測 有三個學校爆上呼吸度感染 立強檢 九龍城浸訊會幼稚園上榜 為何可以經常聽到這個名字 有這間 和香港性工會 夏瑞雲幼兒學校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這些都是強檢的 另外 警方首九個月 拘捕了661人洗黑錢 愛蓉被招攬 借賣銀行戶口 嘩 借出和賣出銀行戶口 用作不發用途 不知情不可以推卸理由 警方表示 就在今年九個月 已經有660宗洗黑錢案 拘捕人數較上年 升了兩倍 嘩 因為那些人沒有工作 都要賺錢 不發之徒 用了另一種方法 讓市民賺快錢和僥倖的心理 提供千元報酬 遊說你賣戶口給我 讓我把錢給你 就是這樣 那些在家工作 日收一千 就是這些 有電話就做到 沒錯 目標已不再止 針對某個階層和年齡層 警方近兩次 反洗黑錢行動 拘捕43人 當中有34人是外傭 他們的戶口被用作快餘 清洗大概3900萬的犯罪得益 單一戶口最高 是處理240萬 9個月 有660宗的洗黑錢案 比同期 830宗有下跌 不過拘捕人數是661人 比去年同期多了200人 升幅超過兩倍 檢獲數字 由53宗增4成 至76宗 這些都是香港一個大件事 大家千萬不要拿戶口給別人 還有警察 就是多區打擊電動 可以移動的工具 三天拘捕26人 有時候逛街也會看到 推出街也犯法 你說阿Sir我沒有開 沒有動 因為現在很多法例都可以拉 年齡介乎19至62歲 警方拘捕14本地男子 10名本地女子 一個外籍男子 一個外籍女子 有腦有亂 19至62歲 涉嫌駕駛未登記車輛 駕駛時沒有效的駕駛執照 沒有第三者保險 而使用車輛 沒有明顯需要在行人路上駕駛 駕駛時沒有戴上認可防護頭盔都可以坐你 所以說搞不定 行動中七部電動滑板車 十五部電動單車 三部電動單車 三部電動單輪平衡 也不行 風火輪也不行 一部電動三輪車 全部被警察 另外一宗很瘋 香港Youth Bay同組學生 為功課罵大交 男生不甘被推撞打大交 路極起腳打大交 網上流傳一段四分鐘的打交影片 九龍灣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有人因推撞而打交 九龍東分校課室內 兩個護理系學生 是男來的 因為課業問題口角爭執 繼而動武一名男學生 高聲喝罵白衣組員 你不做事 會議又不來 然後 批評組員 負責讚寫廣稿 未有案 以程作準備 一個捉摸治療去哪裏 他拍打對方肩膀 展示捉摸治療的意思 反被組員 兩度用手推開 警方事後 接獲該名組員 報案正追輯打人的男學生 案件連續 襲擊造節 導致身體傷害罪處理 先出手的反義丹爺 是啊 打架 很糟糕的 不要打架 待會有些 中了 那些 有案底 你讀什麼書 你都沒有人請你 知道嗎 有些工作也不用 但是 無謂 兩邊都無謂 有什麼事不來 告訴老師 扣他學分就行 說了如果有些什麼 對呀 是不來的 跟老師說完之後 就收皮了 很簡單 不用打架 不用有任何身體接觸 男女都是這樣說 很麻煩的 另外還有一件 就是有個電單車 想避過一個閘口 經過行人路走出去 有個叔叔擋著腦 這裡不准行電單車 很正義 頂住他不准他出 不准行電單車 不准行電單車 但是 最後那個人 都很慢慢地 離開了 最後外賣員 慢慢地洗走 對 叫叔叔 你不要碰我 這些事件 唉 有時候很難說 社會有很多衝突 那 有時候的事情 留給一些執法部門搞 否則有什麼事 我怕讓人成為意外 有時候說這麼多世界新聞 唉 不是說什麼環環拖 不是說什麼 有時候 避閃 避開他們 是會好些 有時候君子不立 魏場之下 是不是這樣說 好了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麻煩你喜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回家裡留言給lik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